好 直播客官叫我来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来到了下午时间 今天财政委员会预计立法院委员高嘉瑜也要到这边来质询了 不过在质询之前当然又遇到媒体 媒体就问他最近的状况到底是如何 高嘉瑜也做出最新回应了 一起来听看高嘉瑜怎么说 都已经结痂了 那心里有那个伤 那像是昨天在跟学生分享 那个是临时起义的想到的吗 还是原本就准备好 勇敢而撒打 可以听到在电梯里面高嘉瑜是强调 现在的伤口都已经慢慢结痂了 不过被问到心里的伤 他都是没有回答 不过我们可以带你来看到的是 随着时间已经进入到下午两点半之后 那么也换高嘉瑜登场质询了 那么他首度的质询又是如何 一起来听听看 那站在面对中共这个独裁政权的第一线 我想全世界都会跟我们站在一起 那我想我们会一起努力来 对抗这样子的一个独裁邪恶的政权 那也希望我们国防部还有在座所有的这个官员一起 我们为台湾的民主和平努力 谢谢主席 谢谢部长 谢谢大家 可以听到高嘉瑜今天的质询是批评对岸 频频轻饶我国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亦有所指 要国防部一起来对抗 邪恶的独裁政权 以上是现场最新消息 被立委高嘉瑜指控施暴 林秉书出犯七大罪状 意图散播而只有猥亵影像 伤害强制恐吓私行拘禁 防害秘密以及防害电脑使用罪 2号凌晨遭新北地院裁定收押金件 在看守所待到第四天 高嘉瑜的律师又提出新事证 指控对方逼迫高嘉瑜写下自白书 就在6号上午8点45分 将相关证物送至地检署收发室 提告强制罪 急方至回搜索林秉书入住的饭店 除了查口上关硬碟手机 也找到一封一张两页的自白书 高嘉瑜前男友小马指控 就是林秉书逼迫高嘉瑜写的 内容包括小马坐领 甘心窃取公堂等等 文末还有高嘉瑜的亲笔落款 我们已经有收集到 就是这个林秉书先生呢 散布影片 散布这个亲密照片的证据 那这个散布的对象呢 目前还在查证 检方表示目前将会把火力 集中在林秉书设犯的前面七大罪状 同时也要解密3C证物 尤其要觉豆腐头随身碟到底是黑还是白 硬碟里面的女性影像除了高嘉瑜还有谁 如果女子身份曝光 也将通知他们厘清案情 新北剑这几天虽然没有再传高嘉瑜说明 但日后除了鉴定证物 已不排除借题林秉书安排测谎 这场被告与检方的现实斗志 也在林秉书收押之后正式展开 TV中黄建国付电话里节新闻调报道 林秉书游走在知名的政商人物之间 但是出事之后呢 大家都说跟林秉书不熟 再交给蔡薇 高嘉瑜遭到事报的案件 也扯出了非常多政商界的大佬 包含民进党的大佬 尤其以心系最多 像是这一位前立委段一康 他被林秉书是称为老大 但是现在段一康否认 他说两个人其实一点都不熟 但是疑点来了 如果两个人不熟的话 为什么段一康还会去 林秉书母亲的告别室送花呢 而且还是送一对哦 还待非常久的时间 另外还要来看到 这位PC号的董事长詹洪志 他被爆料 在事件爆发之后呢 有帮林秉书传讯息给周刊 希望可以好好了解一下整起事件 那么詹洪志他一开始 是否认 但是到最后越报越多 所以他终于坦诚 的确他有传简讯给他的朋友 所以辞掉了国策顾问 最后就是复读饭店了 复读饭店真的是完全不知情吗 因为其实马文玉他就有爆料 林秉书他住的饭店 其实都是复读建设旗下的饭店 而且再加上林秉书他曾经说过 他不太喜欢住 不认识的人开的饭店 所以复读饭店是不是有部分知情 但是现在饭店也跳出来澄清说 他们真的是不认识林秉书 林秉书是透过一般订房入住的饭店高层 也都不认识他 但是也是有一个疑点 如果真的完全都不认识的话 为什么之后还会让林秉书相关的朋友 进到案发的房间 来帮林秉书收拾东西 这些疑点非常的多 还包含了网军护航的事件 李伯彰也就是台独机关枪 现在也出来切割林秉书 但其实他也被发现 之前在PTT上面发文 就说一定要弄死小马 小马也就是马文玉高家瑜的前男友 所以马文玉就说 李伯彰还曾经涉毒品案 其实很多的事情他都知道 甚至他就说 地狱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整起事件难道没有其他的林秉书吗 台阶面创办人张忠谋 下午两点来到司法院来演讲 不过目前传说 他的太太张鼠芬跟林秉书是有认识的 到底张忠谋怎么看 太太认识林秉书这个人吗 太太好像是跟他 他跑着来见我太太一面 林秉书有讨论过股票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 对 我见他一面 涉嫌队立委高家于施暴 外传林秉书落网之前 企图用各种人脉想让事件不要曝光 更传出他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太太张淑芬很熟 而当时张淑芬开画展林秉书也要求来拍合照 一次想要张熟 但到底认不认识就算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稍早张忠谋是表示说 对方曾经来找过他太太一次 而目前高家于的前男友小马是说 凡是立委的亲密交往对象 所有的金牛都会被监控 那意味着林秉书的金牛也可能是被监控的 而对此检方是否还会持续追查 我们将随随为你掌握 短短三年之后 他可以月租五万住饭店 月花三十万吃饭交际 国民党召开记者会 质疑林秉书金牛有问题 国民党质疑买古董名画 对住在饭店的林秉书来说根本是负担 因此在知道这件事要爆发之后 还购买高价艺术品动机很可疑 住饭店的人买古董或是名画 对他来说这里来讲像是堆积垃圾一样不是吗 要码就是可能会涉及到洗钱 因为这些古董他有价值 他未来都还能够去脱手 国民党也点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要码他就是开始去藏匿他的一些金流 或者是他创造了一个金流 让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金流 就是说所谓去跟他现在的明细表 去做一个对照做一个证据证明这是他的账户 两张单据摊出来一张汇款单 一张交易明细交叉比对就是林秉书账户 是否因为这张事件要爆发 赶快证明存款实力已被不实之需 国民党要求减掉必须介入 因为单据上还爆出原来林秉书存款有高达2300万元 但他怎么赚钱的 知识媒体人黄阳明就指出 据了解他会利用人脉在官员还有立委之间当说客 介绍服务案又或者是促成政商聚会等等 一次有15到20万元左右 冒称自己是国安人员执行总统秘账 国安秘账是国安会秘书长的幕僚 这些已经是冒用了公务人员的身份 在外面招摇撞骗 林秉书金流疑点重重 国民党点出疑点 最后都只能由检调单位 来调查 TVB的新闻 重新的采为台北报导 搜寻林秉书资料 微几百科上显示网页遭破坏 不再让人随意编辑 因为修改资料的其中一个IP位置 不但发现就在国发会 而且还增加副总统赖清德 跟台北市长柯文哲 都有跟林秉书合照或互动过 难道国家级网军出动了 只能靠国民的素质慢慢提高 另外一个是有权利者自己要节制 柯文哲的回答 看来就是对政府没信心 民集党跟网军的连结 这一次公然在政府机关上演 只是国发会说这个IP 早就改成公路总局在用 不过2号当天公路总局的IP 并没有连结到维基百科 这个昨天那个公路总局 已经做了说明 我就不再做说明 国发会主委郭明星不回应 但凡修改过 为几百科必留下痕迹 构家于案先出网军案外案 从林秉书李柏璋 如今又有公路总局IP罗生门 这波网军之乱不断扩大 政府却迟迟没动作 对于任何的不法都应该严查严办 不能利用科技 侵害他人 希望相关机关严查严办 相关的都由新北地检署 检察官只会在侦办中 一切可疑的事项 他们都会依法侦查 政府IP以网军治国 如今变网军乱国 与其消极 不如拿出作为自侵 一面落人口实 TVBS新闻刘亦俊离平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让这里有个好处的 按钮 sunshine 如果需要您eding